去年到現在 小弟最佩服的一位分析師 就是空投總書令 這話怎麼講 因為我沒有在酸他 我是覺得他很認真 就是說他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 還有很多的個股 是下跌的喔 然後告訴你說這個盤要崩盤 可是呢半年過去了 崩了沒 沒有 對啊 半年前空投總書令說要大跌 說要大跌 說要大跌 一路往上走 到今天 我相信空投總書令 還是告訴你 一定要相信他 欸 這個非常好玩耶 也很弔詭 當然我看在全世界齁 只有在台灣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就說 對不起喔 就說欸 這個手喔 我們有 這個是什麼面 正面嘛 這反面嘛 現在我指的這個正面跟你說 各位觀眾 這個是反面喔 你看清楚喔 你們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這個明明就是正面啊 為什麼一定要說它是反面呢 但是我告訴各位啊 謊言說二十一次喔 有人就會相信了 這是科學家做的怎麼樣 實驗 就一件事情 你反覆的聽 你本來不相信 但講了第二十一次的時候喔 你就會相信 所以各位在收看節目的時候喔 如果你發現 與事實不符合 你盡量不要看 因為雖然你的智商很高 但是你看了之後呢 你會被洗腦 會影響你的判斷 本來那個絕佳的買點喔 你卻怎麼樣 把股票殺在最低點 老船長 我們這麼聰明 對不對 怎麼可能因為 空頭總書令喔 怎麼樣 哈我們喔 我們就怎麼樣 各位啊 不要吹牛啊 美國的科學家做過實驗啊 你喔 是一般的老百姓 你坐在家裡面 晚上沒事 你看連續劇 前一陣子不是什麼 星星啊 韓國藝人全智賢有沒有 就以前演那個 我的野蠻女友的女主角 演的星星啊 爆紅啊 大家都在看 當然我是一集都沒看 那連續劇是這樣子 你看了以後啊 你會投入 他演得很悲 你會跟著哭 他演得怎麼樣 很開心 你會跟著笑 那你會發現喔 一個人坐在電視機前面 一下子笑 一下子哭 那不是瘋子是什麼 對 老船長 好好一個人 怎麼會這樣子 電視演的是假的啊 對嘛 就 人類在看電視連續劇的時候 大腦的智商會降到一半 比如說你本來有120 只剩60 因為你的大腦沒有辦法很理智的告訴你說 喔 這個是假的喔 這連續劇演的只是演戲喔 因為一般我們是家裡面有人往生的 親人跟你很親的往生的 或是好朋友 你會掉眼淚很正常嘛 因為那個是事實嘛 怎麼看個連續劇也哭個半死呢 對不對 欸 所以為什麼我勸你們看頭顧節目喔 不要自以為是 覺得啊很厲害啦 他講他的啦 我是不會受他影響的 錯 久了你會相信 所以每一個分析師他所講的話 各位一定要怎麼樣做筆記 然後去怎麼樣去研究 看是不是真的 包括我老船長在內 這麼多年來我都是這樣子怎麼樣 教大家的 所以這個大盤 老船長你怎麼看 我還是看多啊 很簡單嘛 執政黨現在一個字就是爛嘛 對不對 啊今年要選舉就是怎麼樣 掛嘛 所以他怎麼辦呢 他只好拉股市啊 各位不要以為8787點是什麼 什麼又是天險啊 過不了 你不要這樣想 搞不好執政黨啪一下 就把它拉過去到9000點 因為9000點他比較好選啊 9000點距離現在才200多點啊 你不要有先入為主的觀念喔 喔老船長 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指數喔 不要太主觀 對了 那這個是多頭嘛 小朋友都看得懂啊 現在全世界 應該說全市場 只有一個人看不懂 就是空頭總書令嘛 空頭總書令告訴你要崩盤了嘛 這個你找個小朋友來看知道是多頭 還繼續漲 有沒有做頭的現象 沒有啊 各位看啊 這裡放大 這裡有沒有很大量 沒有啊 沒有大量就絕對不是頭部啊 我一句話就講完了 空頭總書令還看不懂 所以如果未來量出來了 價 也怎麼樣 公過去了 說不定來到9000了 你怎麼辦 喔老船長 那時候我們已經急得要死喔 我們從8000喔 到8100 8100 哇哇如果真的來到9000了 一毛錢都沒賺到 你怎麼辦 你最後還是要急著怎麼樣 跳進去 然後怎麼樣 去賺那個尾巴一咪咪 然後怎麼樣 摘死 我警告各位啊 我說過第一季第二季會有一次重挫 而機率比較大會是落在第二季 我認為是六月 接近六月底的時候 我認為台北股市會有一波很狂野的回檔 那那一次的回檔 是要交代怎麼樣 四月五月電子股的淡季 然後接下來你注意 第三季 開始一路供 供到怎麼樣 選錢 所以 小朋友都知道啊 四月跟五月是你最後怎麼樣 賺大錢的機會啊 老船長 你這樣子分析的話 很有道理 因為六月就要開始有戒心喔 那我問你 四月跟五月你要怎麼賺錢 這個是老船長 我們來買LCD LED太陽能 加金融股 好戲 這首歌會不會唱 兩支標鼓會不會唱 兩支標鼓 兩支標鼓 長得快 長得快 一支叫做和服 一支叫做台通 你還是沒有賣 老船長 為什麼四月五月喔 和服跟台通會大漲 我如果全部都跟你講了 我的會員怎麼辦 我跟你講會大漲不錯啦 但是絕對不是像你們所想像的 為什麼會狂飆大漲 而你現在喔 已經指數來到八千七百幾十點喔 你還沒賺到錢的人 第一個你要打屁股 第二個你很著急 因為馬上要四月 而且我說過 六月勝房大跌喔 四五月你要怎麼樣 用力的賺 而四五月全市場 我依然鎖定這兩檔 那你就要知道為什麼這兩檔 四月五月會大漲 你要知道了以後 你才敢買嘛 老船長你講的很合理啊 我如果都不知道 你跟我講我不要買 正確 看起來各位智商還蠻高的 那 三月三十號距離四月近不近 喔老船長很近的 只差一個三月三十一號 禮拜一的開盤 所以我們東方人講一句話 講得真好啊 叫做來得早 不如來得巧 三月三十號晚上 我們來見見個面吧 因為三月三十一號 你還來得及 我上一次喔 有做限制 然後很多觀眾反應說 可不可以不要這樣子 其實有的時候是這樣 一個非常珍貴的資訊 我千辛萬苦弄到的 而在演講會的這個同時 告訴大家喔 大家不大相信 有的時候做分析師的會覺得很 很無力感各位知道嗎 明明就告訴你這 這個就要大漲了 也沒有收你錢 你還是要觀望嘛 你的一生都在觀望中度過嘛 但是朱曉明跟我講 他說阿老船長 我們做這個行業喔 沒辦法 你還是要怎麼樣耐住性質喔 去面對這些散戶 我想想也是啦 前面說了這麼多 4月5月你怎麼辦 在大買之前啦 3月31號我給你時間買 但是你要知道為什麼要買 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3月30號晚上 我當面跟你說 中南部請你坐高鐵上來 我沒有空下去 第一個階段我就開放登記喔 因為這一次我會限制的就是座位 資格條件我不限制 但是我要限制座位 因為我依然不想讓太多人知道 所以第一個階段 你現在就要開始 撥打廣告中的電話 你現在就要開始撥打廣告中的電話 是要開始 是好可憐 台北灣系列 湘南大宅 2809898 看不看得有 起发头顾 老船长演讲会 3月30号今天 晚上的7点在台北 老船长演讲会 3月30号今天 晚上的7点在台北 第九波02 23898689 23898689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鸭子不呱呱 没有错 就是这道光 让老船长带你乘风过浪 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打遍天下无敌手 你还在等什么 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变万花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起发头顾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 永远只有一个 起发头顾 02-23898689 02-23898689 最后一个型开转的 标准的 这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终于脅成功 代打鼓也是代用 刚才广告中 如果你抢到座位 我就恭喜你 船长 你要开放几个座位 你试试看 绝对很少 上一次我是限制你 来的人你必须具备什么资格 对不对 我有做筛选 来现场的人都知道 好 这一次我限制座位 所以对你来讲 我不限制你什么条件 但是呢没有座位你就不要来了 合付我们先来看 你不相信我对不对 真的上来了 这边震荡整理 我说你不要去追高 他会在这边大股东刻意压盘 然后进行喷出 什么时候喷三月三十号 我会告诉你 这个礼拜天晚上 但是我会告诉你原因 否则我讲了 你就信了 那你也不是白痴 我跟你讲完之后 你就知道压不住了 所以最关键是三月三十一号 礼拜一的开盘 所以我在前一天晚上 礼拜天晚上 我请你们来 跟你们讲 你们最后一天 还有机会动作 这个是合付的部分 那为什么合付四月份开始就要飙了 因为压不住了 三月整理一个月很正常 我讲过 老船长你预告 合付开始起涨 他就起涨 老船长你预告 他整理哦 不会冲出去哦 一定要大股东刻意压盘哦 真的大股东刻意压盘 现在我直接告诉你 压不住要冲出去了 各位的时间非常紧迫了 那为什么 三月三十号我会讲 因为上一次演讲会 你没有到现场 被我筛选掉了 这一次你刚才抢到座位的人 你都可以进来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你还有最后的机会 叫做less chance 我跟别的分析师不一样 我直接打开来 没有贴纸 没有遮掩 也没有土改 有那种的都假的 你不要相信了 我讲过太多次了 不相信我 你可以去参加 参加挂掉以后 口袋没有钱 你不要来找我 我不是慈善事业 因为你够笨 人家不骗你是 对不起他自己 好 这个是合付 那么电子骨的部分 8011的台通 看到没有 从这边 汉地拔冲上来之后 这边一样要做震荡洗盘的动作 台通什么时候要开始标 你来我会直接告诉你 而且为什么要标 我在这边预告 台通未来会成为国内投信法人 所担的标的 写在脸上 为什么老船长 你写在脸上就对 你来到会场 我跟你一讲完之后 你会恍然大悟 所以六月份 我认为接近六月底会有一次大回档 台北股市 你必须在四月五月 把你该赚到的大笔钞票 用力的赚 一直赚赚到六月 然后第二季的那一次大回档 你避过之后 我告诉你 下半年你继续赚 那老船长 那万一欧美股市 你放心 欧洲现在要实施QE 要学美国 所以短线欧洲可能会怎么样 拉上去再创新高 而欧美之间互相牵引影响 所以美国股市也不会太差 回档跌都正常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台北股市唯一会回档的机会 重挫就是在六月底 的时候 四月五月一直到六月 这三个月 未来三个月 你再赚不到钱 然后你六月又没有避开 那一波大回档 请问下半年你还做什么 那现在是三月 接近三月底了 你只要六月三十号 走一趟台北会场 你会明白很多事情 而且标的你锁住 你敢用力狂买 接下来的行情你不用担心了 台北股市一千六百档股票你要买几档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那个那个 讲一堆的那种白痴散户 你锁定一到两支就可以了 而我又不是诈骗集团 你看很多老师上节目 一共你看他整个节目三十分钟下来 讲了二三十档股票他都讲那都假的 然后有人说他只做一档结果怎么样 节目里面呈现了十几档二十档那也是假的 我本来就合复一档嘛 后来生技股有人说不喜欢嘛 我加一档电子股台通嘛 到今天台北股市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为什么台通未来会成为法人锁定的标的啊 为什么台通会这样子汉地拔冲跳起来啊 接下来又为什么要狂飙大涨 我告诉你很多人都不知道 不是每一个人都看我的节目 更不是所有人可以挤到我上个礼拜的演讲会场 所以你错过上个礼拜 这一次我赶在四月份来之前 我给各位观众最后一次机会了 你住什么云南啊 云林啊对不起云南在大陆 云林啊嘉义啊台南高雄不管你台中啊 你就是坐高铁上来很方便 因为我说过我未来中南部我几乎都不会去 如果有一天我去我希望你怎么样 一定要敢来 因为太忙了没办法 那四月五月你锁定的这两档 是因为我三月三十号晚上会告诉你为什么嘛 你知道之后呢我告诉你 你会觉得非买不可 而且你不会只买一张 这样子你才赚得到钱啊 这一档股票买一张 那一档股票买一张 买了二十八档有没有用 没有 我要你带着你的股票来 在三月三十号我告诉你的一些事情之后 电视上我是不会公开的 你就会愿意在三月三十一号做转换的动作 你就会来得及 然后四月五月一直到六月你大赚 然后再避开那一波大波段的回檔 下半年就是怎么样 你让你自己的生活 你要换名车 你要住豪宅 就有机会了嘛 人生你要有计划 要有步骤 要有方法 知道了原因之后 你锁定标的嘛 当然各位不会知道原因 各位也没有标的可以锁定嘛 所以三月三十号我才怎么样 最后的机会通知你 但是如果你没有抢到位子的观众 你不要怨我 因为我都讲在前面 你不相信喔 你打来万一跟你说没座位喔 你不要生气啊 听得懂吗 好 然后在这边我要利用最后这段时间 请我所有在看我节目的会员请注意 我所有的会员喔 我不管你是我的超值会员 还是我的云顶会员 你们通通照过来 我这一次会场有特别准备你们的座位 你们一定要来 因为有些事情 我平常call讯我也没有时间讲 我也不会在call讯里面讲 我会利用三月三十号这个会场 我首度开放让我的会员来 现场你来的人 你不是我的会员 你也可以去问我的会员 老船长是什么样的分析师啊 所以这一次不管是会员 或者是非会员 我们会齐聚一堂 这样也让非会员怎么样 有信心知道老船长不是来骗人的 你看看你的老师敢不敢 他敢不敢在电视上这样子宣布 他要办这样的演讲会 然后请所有的会员到场 你看你的老师敢不敢 他连演讲会都不敢办 那我讲了会员你们不来是你的事 老船长我们既然已经参加了 你要我们买就买啊 对 但是如果你要知道为什么 你的信心会大增 本来我发call讯你可以买一百张的 结果你给我买二十张 有没有可能 有有有老船长有可能 所以北中南我所有的会员 我管你怎么住在中部南部喔 只有这一次 我今年就开放这一次 朱小明你帮我把座位控制好 对 我希望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好好把握三月三十号 你只要把握一个晚上两个小时的时间 你从此四月五月一直到六月 你可以避开 然后下半年 搞定收工啦 如果你不来 你错过了 我告诉你啊 你不要到时候老船长拜托你 让时光倒流喔 那个和副跟台通喔 还没有喷之前喔 我就怎么样 押房子买啊 怎样你不要跟我讲这些废话 我也不想听啦 因为我根本没有办法 把时光倒流 只是我今天讲的话 你帮我记住 我跟别的分析师不一样 我从起掌开始打开来 就告诉你 会狂飙大涨 而且我会预告你什么时候洗盘 我会再预告你什么时候要喷出了 但是原因都会有 我不是神棍 但是原因 我往往我现在不愿意在电视上公开的讲 我要利用演讲会场 而且三月份最后一天开盘 三月三十一号 之前的那个礼拜天晚上 你一定要到 我今天我就讲到这个地方 我知道你各位 现在急着拿电话 赶快抢位置 对不对 抢不到的 不要怪小弟 抢到的 上半年 你准备赚大钱了 5 4 3 2 1 开始抢座位 给孩子健康自然的环境 给孩子健康自然的环境 让他生活无忧无虑 老师说大家都简能简碳爱地球 所以家里装修我都选择绿建材 在家就好像在大自然里 耶 我家都绿建材 选择绿建材 乐活好住宅 启发头顾 老船长演讲会 3月30号今天 晚上的7点在台北 老船长演讲会 3月30号今天 晚上的7点在台北 立九波02 23898689 23898689 谷海茫茫千变万花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启发头顾 请不吝点 请不吝点 不吝点 不吝点 好 民生戏纸线上的最亮点 西科站旁的帝王捷院宅 稀有的超低空射比 室内空间大 眼见为平 还宇首席 26423799 朋友都问我 为什么要搬到桃园 我都反问 你们看过力宝W1了吗 晴天29层 南侃唯一现代地标 中正路2200屏 绝板角地 力宝建设33年豪宅品牌 南侃交流到一分钟 国门第一都 力宝W1 全新落成 03353-0888